心理学家把人逃避现实 不管面对问题的消极心态 称为鸵鸟心态 那鸵鸟呢 两条锤很长嘛 奔跑很快 遇到危险的时候呢 鸵鸟奔跑的速度 足以摆脱敌人的攻击 那要不然呢 鸵鸟也会选择 直接把头呢 埋进草堆里面躲避攻击 反正呢 鸵鸟心态就是来形容一种 不敢面对问题的懦弱行为就是了 那巫统下野当反对党之后 被一马公司的问题搞得很落魄 最近又爆出那集曾经下令 删改一马击查报告里面 有关刘特佐的内容以及段落 那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现在已经让巫统士气很低迷了 再加上 昨天财政部长林冠英在国会上 就曾经以鸵鸟心态 来形容当今的巫统议员 在面对1MDB问题的心态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无论区议员在面对1MDB问题时 是不是真的就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进沙堆里呢 不知道 不过那是昨天林冠英 他在议会厅里头的形容词 那今天记者继续在国会走廊这里 追问巫统的国会议员们 针对总鸡查司揭露 那集曾经下货指示 要删除掉一马鸡查报告里头 有关于刘特佐的部分内容 巫统YB们 你们怎么看呢 没想到巫统的YB们 一听到这一道问题 可是在国会走廊这里 上演了一出闪闪闪 闪人动作片啊 而第一位登场的有这一位 他是前工帐会主席哈山阿里芬 第一轮追问 这位那集长全时期的工帐会主席 他只用一句 打得没有回应来打发记者 没有想到后来有大批的记者 总动员出动 哈山阿里芬根本是用逃难的方式 来闪记者 他死路不通 再Uturn最终还是逃不了 打到说自己什么都不懂之后 哈山阿里芬他就赶快闪人了 而第二位登场闪人动作片的是他 国同主席阿莫扎西 不过我们先来回顾 到底他昨天怎么闪 跟哈山阿里芬今天逃难的紧紧一样 扎西昨天闪了一轮 今天自己主动来召开记者会 记者以为可以抓到他来问两句 但是哪里知道 在哪里知道 也是赶快闪 只用背影来回应记者 而第三位同样在闪人动作片里头 嘎上一脚的 有他 虽然今天戴着墨镜 不过相信大家一定猜到他是谁 前首相署部长 杀西弹 前农业部副部长达祖丁 他说他两年前就已经曾经劝过纳吉 说刘特佐是有问题的 但是纳吉劝不听 而今天达祖丁说该劝的他都已经劝了 达祖丁说当时候自己和纳吉是同一艘船 但是现在纳吉的那艘船都要逞了 外宾你还不跳船吗 巫统还不要跟纳吉来切割吗 这一道问题从达祖丁的言语之中 看得出他还是报警纳吉的 他说有问题的是刘特佐 巫统和纳吉不需要陪葬 就是因为巫统不愿意面对问题 只用闪人或者不知道不清楚来回避问题 像不像鸵鸟心态就交给各位看官来评断了 巫统不需要陪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